最近老有人问我各种猫的问题 我是真打不过来 所以今天用两分钟 带你走完一只猫的一生 顺便说说猫命每个年龄段 普遍存在的问题 注意听 小猫从出生到三个月叫幼猫前起 等于人类的零到三岁 这时候的猫抵抗力最好 因为此时小猫使用的是母乳 母乳中有一种叫母源抗体的物质 它能让小猫百毒不侵 但母源抗体会在幼猫断奶13天后消失 所以幼猫在断奶后 一定要及时注射疫苗 否则缺少了抗体的幼猫会非常危险 三到六个月叫幼猫后期 等于人类的三到六岁 此时的猫咪非常可爱 但也活泼好动 会有较多扑咬行为 例如咬人 这是正常的 因为小猫们在练习捕猎动作 为以后单独生活做准备 它咬你你呵斥它即可 从六个月开始 猫咪正式进入少年期 等于人类十岁 此时猫咪划完了牙 练好了捕猎技能 繁育能力也逐渐成熟 当然也会开始拆架 记得把耳机收好 一岁到一岁半 猫咪繁育能力完全成熟 开始发情 好叫 乱尿穷偶 如果不想让它生小猫 绝于安排上 两岁后猫咪进入青年期 相当于人类24岁 发育结束 精力旺盛 建议每天睡前陪猫咪玩半小时斗猫棒 不然绝对半夜跑酷脑门 闹得你叫都没法睡 四到八岁进入中年期 等于人类32到48岁 中年期的猫跟青年期比起来 好奇心没那么重了 也没有那么爱跑酷了 当然 主人也将迎来养猫体验最好的四年 因为经过四年相处 猫咪性格平稳 了解主人 主人也了解猫咪 但请记得七岁时 给猫咪安排加强疫苗 因为疫苗功效只有六年左右 条件允许的话 再给猫咪做个全身体检 从九岁开始 猫咪进入老年期 相当于人类的52岁 此时猫咪年过半百 猫老成精 相当聪明 甚至能听懂人话 跟你吵架一点问题都没有 建议九岁后每年定时体检 注意给猫咪做保养 十一岁 相当于人类66岁 此时猫咪跑跳机能大幅度下降 以前可以睡在冰箱上的猫 再也上不去了 并且会伴随身体老化 爪毛变白 眼睛变得浑浊 十四岁 由于机体衰老 猫咪会迎来疾病爆发期 此时的猫相当于人类87岁 如果能扛过去 还能再活两年 如果不能 猫咪将走完这一生 早就熟悉出事件 继续 走 9 3 4 10